民要公投 力挺臺灣豬 百姓要健康 萊豬不要來 高喊萊豬不要來 國民黨發起反美豬實安 跟公投綁大選兩項公投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跟立岳黨團總召林維中等人 23號將第一階段 連數書送交中選會 在民意之前 大家都要謙卑 我們希望大家的力量集合起來 可以把這個大家都反對的 含瘦肉精的美豬不要進到臺灣來 這個公共議題除了公投之外 我們也歡迎辯論 我們也主張大家一起來辯 因為真理真相都越辯越明 國民黨表示 一週內就達到兩項公投案 第一階段連數門檻 尤其反對美豬進口連數書 有兩萬零一百七十張 他的是那個萊豬案 萊豬案 中選會縱規處長高美麗代表收下 反美豬公投連數案 指出會按照公投法規定召開委員會 看是否需要展開後續聽證程序 民進黨也在中常會後表示 尊重人民行使公投權力 國民黨早上提出這個公投連數案 這個我們當然予以尊重 這是一個憲法保障人民 透過直接民主來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 但是我們也在這邊也要提出 這個當然早上的記者會裡頭 有特別提到用一種無地放食 他們的申請案都還沒有送進去 可能就會遭受到行政部門的阻礙 民進黨進一步表示 自宣布開放美豬進口以來 網路上流竄不少美豬相關假訊息 像是未來台灣養豬產業 可以使用瘦肉精就是錯誤訊息 呼籲民眾不要被假訊息混淆視聽 原始新聞 朱古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